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宣布严禁学生在校园内戴小丑面具 穿小丑服装 为了安全起见 一律严禁小丑装扮 万圣节当天也不例外 不止在校园内 10月4号 Contra Costa County也传出有小丑在大街上 公然恐吓一个母亲 说要把她怀中的一岁婴儿抱走 婴儿的母亲用脚猛踢小丑 她才落荒而逃 这股Quibicloud现象是在今年8月 从南卡莱罗纳州出现 警方当时接获献报 说有小丑躲在学校或街角埋伏 或是开车四处搜寻 企图攻击 绑架小孩 之后Quibicloud现象延烧到全美各地 Ohio传出有大学女生被小丑攻击 学校立刻停课 以防万一 Pennsylvania州立大学也传出有恐怖小丑出没 引发上百名学生出动搜寻小丑的踪迹 万圣节快到了 为了防止小丑恐慌潮继续蔓延 加州政府呼吁民众 恐怖小丑只是在社群媒体上流传的讯息 很多都是恶作剧 要大家不要太担心 不过此话一出 反而让恐慌现象更加沸腾 有家长宁愿让孩子缺客 留在家里 以侧安全 目前已经有不少学生因为假扮小丑恐吓学校被警方逮捕 警方根据他们在社群网站上发出的网址 几分钟之内就能轻易锁定他们的身份 直接到学校逮人 警方呼吁年轻学生不要因为一时好玩而耽误了大好前程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